这位头条蛋来关注 最近新台币汇率强劲的升值 已经严重冲击到很多的外销出口业者了 像是记忆体大厂南亚科 今天下午的法说会就表示 受到了汇率跟价格的双重打击 2020年第四季的税后盈于9.11亿元 是既减了四成以上 也年减了将近有三成 下探近17季的新低 而2020年全年的税后存益76亿 也年减将近两成 每股获利2.5元 是创了近7年新低的表现 南亚科总经理李培英表示 如果排除掉了汇率的因素的话 其实去年的获利是比前年更好的 税后存益至少有百亿元以上 但是光是汇率的问题 就吃掉了每股存益1块多 加上记忆体价格走跌 也吃掉了部分的获利 才会导致全年的营运表现不胜理想 宅经济情绪发威 消费性电子产品需求强劲 记忆体大厂南亚科8号召开法说会 总经理李培英也释出乐观讯息 南亚科去年营收虽然年增17.9% 达到610亿元 但是受到低润价格下跌 加上新台币大幅升值 汇损冲击 让原本应该超过100亿元的税后获利 只剩下76.72亿元 年减28.06% 每股存益2.5元 是近7年来的新低 不过报价本月开始就会止跌回升 营运也将逐迹摆脱谷底 第四季的月价格 就可以看到它逐月在好转 月价格的现象 应该会反映到季价的部分 在未来至少几季 有机会看到 这也是看到整体的momentum是往上的 而全球记忆体大厂美光 公布上季财报同样亮眼 获利达到57.7亿美元 每股盈于0.78美元 乐观展望也和南亚科不谋而合 预估本季财测 营收在56亿到60亿美元之间 每股存益0.75美元 皆大幅优于市场预期 NoBook或者是在这个伺服器 所以相对也都推升了 在低润需求的一个表现 那么甚至在这个NoFresh的部分 表现也是相对的一个不错 低润和NoFresh试况翻扬 也带动记忆体族群股价持续走高 包括南亚科华邦店8号 股价涨幅在4%到5%之间 旺宏也有超过1%的涨幅 东森财经新闻 叶子金杨昭台北报导